然後我就下那個採訪去 下那個採訪 其實我就東翻 西翻 說真的也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但是看到一個鐵盒子 就是我們印象裡面 澳門 香港那一代 中秋節不是都用鐵盒子的月餅嗎 對 月餅 然後上面畫了 齊華月餅那種 對... 之類的這種 然後上面是畫了那種 舊時代有點上海那種味道 有一個女人穿著旗袍 那個盒子 一個女人穿著旗袍這樣 然後這邊什麼月餅這樣 然後我就拍拍 我還拿起來 我說 你看這個好老的一個月餅盒 我們不能把它帶走 還是把它放回去 打開 打開裡面沒有東西 就把它放回去 蓋著 放回去 回來 沒事了 就沒事 結果兩個禮拜後 那袋子撿好 那我們要進棚錄 進棚錄的時候 我說那個袋子有拍什麼東西嗎 那個製作人很屌 那個製作人說 你等一下看 我說我沒拍的東西 你等一下看 然後我們就主持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澳門的VCR來看一下 撿... 到那個鐵盒子的時候 就整段到那個鐵盒子的時候 我拍完對不對 我拍... 我把它放回去 所以鏡頭上是 我拿起來 講... 我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以後 我就要走了 那個鏡頭我把它放回去 鏡頭一閃的那一下 那個女人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一閃的那一下 那個女人這樣 在那個之前 我覺得我得這個獎 也是算還給她的 因為她在我那時候 剛進她公司 芙蓉公司的時候 然後我幹了好一段時間 就只有付出 但是賺不到錢 就小咖嘛 後來她有一天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跟我簽一段 比較長的約 簽五年 或是... 可能三... 三年以上 我說那... 這一千會不會太久了 我如果就在你這兒 我也沒發展的話 我別裝我也去不了 約... 都經濟約了嘛 一起都把你綁死了嘛 結果沒想到 她突然第二天叫我去辦公室 她會計已經把支票開好了 多少錢 兩張支票 一張是一千五百萬 另外一張一千五百萬 兩張家也是三千萬 裝在一個信用袋裡面說 如果你跟我簽的話 那這個你就拿去吧 因為我看你 到處租房子也不是辦法 男人成家立業 立業成家 你中間要有個房子 你才可以去... 穩定 往下面走嘛 對不對 我那時候真的嚇到了 我... 我值這麼多錢嗎 可能是她那個時候看到 我某些的優點 或是某些的人格特質 所以她想希望把我綁在公司 是綁久一點 那的確 後來我就拿了這三百萬 三千萬 我在內湖買一棟別墅 這真的是橫空 就出來了三千萬 這不是我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覺得她給你三百萬 我都已經要跪下來了 怎麼可能會有人開 兩張各一千五百萬的支票 給你呢 現金票 那別墅呢 就我前妻他們在住 你看 新聞有寫 她所有財產都前妻了 哇 所以能... 因為我想我貴人都是女的 我就不要逼死我太太 逼死我太太 這個... 等於逼死我兒子 我兒子跟我前妻生活嘛 那我一個人... 一個人比較無所謂嘛 是 只要這兩顆心同時出現的 在這兩個公位的時候呢 就代表了你是別人的貴人 那別人呢 也是你的貴人 那別人為什麼要幫助你度過難關呢 那是因為你本身平常就是古道日常 就很喜歡幫助別人 而且呢 不拘小節不會去 斤斤計較